圣经小学堂 我要来挑战这个日盐看看 哪一个王对保罗说 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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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 差一个差一个 时间到了 差一点 我觉得透过这个游戏 能够更激起我要更仔细地去看圣经 能够去了解圣经的一些细节 圣经现实挑战赛又或是当你思绪繁杂时 低头祷告后透过幸福翻翻卡 来看见天父的话语 真实的富有不是你拥有多少 而是你可以给出多少 在人手一机 网络吃到饱不用六百元的年代 数位传福音已经是当务之急 这些创意地的来源 洪正一一位不喜欢干预现状的梦想家 当年设计科系毕业后 过了十年的上班族生活 但在三十五岁那一年 惊觉到再不创业好像就来不及了 炒创的时候还蛮恩典的 很多时候都是上帝帮我预备案子的 我觉得这也不是头两心 但就是说 因为我有时候真的没办法 或者是也没那个关系网 所以呢我就只能就是 跟人去有一些接触 然后有一些案子 我还记得一开始 接到一些案子 比方说做个名片设计 做什么几千块 就超级开心的了 创业的初期 也是洪正一回到教会 开始与上帝 有更加紧密连结的时机 但在经历长期的缺乏与迷惘时 即便有信仰 人就敌不过自我的恐慌 很多时候你知道跟你 能做得要差太远了 你知道上帝可以帮助你 但是当你看起来 前面似乎无路的时候 你开始想说 要不要做这个 就开始try 那时候你就会东找西找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 找别人合作别的事情 跑做第二类电信 第二类电信 然后做保养品 洪正一在创业里 彻底的体会到 立志由得自己 但要行出来 却由不得 他感恩神的恩典 让他在兜兜转转一年后 觉醒要回到 起初创业的梦想里 也让他要更多的 把专业做在主攻上 每一张卡片对我来讲 虽然短短几个字 我平均要想他的时间 跟比如说的时间 大概要半个小时 因为我们在做行销的人 都会先从问题点切入 我在2009、2010年的时候 那时候智慧手机 刚出来没多久 然后我就开发了一个APP 那以我自己来讲 我就会讲说 常常我们去探访人 然后都不知道经文 那就会打电话 我小组长跟牧师 要不然就是找了半天 那我就想说 那很简单 我就是让他 可以做分类经文 要探访的时候 我那时候总共整理了 大概1000 者分类经文 创业的是用这个经文 然后人家生命 用这些经文 那你自己很孤单 是用这些经文 在为主做梦的过程中 他形容 没有收入 却很喜乐 也是让他回到工作状态中的 动力来源 我的梦想 我想要赚很多的钱 我很想 很想做很多的事情 这是我的梦想 但是 很多时候你在创业过程当中 又是你 又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你就会不断的纠结 到底这个梦想 是不是上帝的梦想 还是这个只是你的梦想 那如果这是你的梦想 上帝为什么要帮你圆梦 所以我就必须要不断经理上帝 上帝可以说 你就看我怎么带你往前走 这就是每一天的 新鲜的角度 喜欢用逗号 为设计注解的洪正一 期望人与他的设计创意间 保有未完待续的可能 很多人透过网络 可以认识耶稣 那不一定是用哪一本圣经 他可能透过我的服务 有可能透过我的专业 在职场上 就认识了我的信仰 跟我认识的神 就这么简单 我的梦想就是这样 即便是因着怕考虑太多 就会犹豫不决的创业起头 也一步一步慢慢被上帝 带进新的计划之中 让洪正一用业界的专业 把福音无远福界的 带入网民的心中